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穆子 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 Tuper Leon Estate这款车 虽然评论褒贬不一 但它的高速性能和舒适的长途驾驶体验 让人印象深刻 成为跨国旅行的理想选择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随着J.D. Vance成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一政策将在未来四个月内成为热议话题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 最后我们来到英国彼得堡 当地警方警告车主 近期车内盗窃案件激增 提醒大家务必锁好车门并移除车内贵重物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在一个寒冷的晚春早晨 我在6点30分对着办理登机手续的女士抱怨道 这简直是一场混乱 我排了将近45分钟的队 先是英国边防官员 然后是法国边防官员检查护照 接着又花了20分钟排队 没有进行安全检查 他笑着说 哦不 这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想看看 边防部队能制造出多么混乱的局面 你应该在学校假期期间来这里 在DFDS从多佛到加莱的渡轮上享用鸡蛋吐司时 我非常高兴我的Cupro Leon Estate测试车在车甲板上 它是一种快速且舒适的方式去Mortifountain测试赛道 进行年度汽车评选工作 配备2.0升306马力 295磅英尺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DSG变速箱和四轮驱动 售价为47,710英镑 加上630英镑的金属白漆 总价达到48,340英镑 税率为37% 尽管一些热衷于汽车的媒体 对这款车的评价不温不火 但我认为这款车在跨国旅行中表现非常出色 唯一的缺点是 悬挂系统在19英寸轮胎上 有些颠簸和噪音 但整体驾驶体验仍然非常舒适 Yahoo US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宣布了他的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 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 你会听到很多关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讨论 万斯曾自称为从未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但自2023年1月上任以来 他迅速与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 移民和关税问题上 特朗普和万斯都支持对中国实施强硬的关税政策 以促进国内制造业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 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关税 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人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行动 尽管拜登也保留了大部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但他的关税政策更加有针对性 未来几个月 两位候选人可能会在贸易政策上展开激烈辩论 这对已经面临高通胀的美国人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BBC 彼得伯勒的司机们被警告注意车辆盗窃案件的增加 剑桥郡警方表示 自6月1日以来已经接到66起车辆盗窃报告 丢失的物品包括钱 工具 太阳镜和护照 至少10辆车通过砸碎车窗进入 至少22辆车未上锁 至少两辆车窗未关闭 警官乔·格兰特表示 这一增加对社区来说是令人担忧的 但警方正在努力识别责任人 并已逮捕了两人 一名男子被控两项违反刑事行为令的罪名 包括干扰车辆 盗窃车辆和入室盗窃 包括盗窃自行车 另一名男子因涉嫌在7月6日干扰Battle's Close Dogstorp的车辆而被捕并保释 格兰特警官建议居民检查视频门铃或监控录像 并向警方报告任何可疑行为 即使只是试图进入车辆的行为 他还建议采取预防措施 如确保离开车辆时锁好车门和关闭车窗 并移除车内物品 CNN 埃隆 马斯克和唐纳德 特朗普看似不太可能成为盟友 一个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另一个则质疑减排的必要性 甚至认为清洁能源有害 然而 马斯克现在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总统连任竞选 并计划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新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一捐赠不仅对总统竞选具有重要意义 也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变化 尽管马斯克过去曾捐款给民主党候选人 如2011年4月捐赠5000美元给奥巴马 但他近年来认为民主党过于左倾 不再支持其候选人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完全支持特朗普并希望他早日康复 此外 马斯克在特斯拉年会上与股东互动时提到 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不错 特朗普对电动汽车的态度有所改变 甚至成为特斯拉 赛博特赛的粉丝 尽管两人关系曾因气候变化问题而紧张 但近年来马斯克多次公开支持特朗普或反对拜登总统 纽约时报 过去几年 科技界在硅谷进行了无条件现金支付实验 向有需要的人每月支付500或1000美元 这些实验推动了保障收入的理念进入主流 但这一运动在政治上却面临分裂 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阻止休斯顿的基本收入项目 使用公共资金 爱荷华 爱达河和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 也禁止了类似项目 尽管如此 保障收入运动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如俄勒冈州可能会在今年秋季投票决定一项 每年向每位州居民发放750美元的提案 由对年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的企业 征收3%的税款资助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 阿尔特曼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 推特联合创始人捷克 多尔西和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 贝尼奥夫等人都支持这一运动 阿尔特曼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工作将被取代 人们可能需要保障收入来维持生活 美联社 加州需要在2030年前建成10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但专家认为这一目标不切实际 加州预计到2030年将有700万辆电动车上路 需要100万个公共充电站 这比目前的数量多出近10倍 要实现这一目标 每年需要建成12.9万个新站点 比当前的建设速度快7倍 州议员和专家担心加州无法跟上电动车购买的速度 斯坦福大学教授布鲁斯凯恩表示 加州的电动车目标虽崇高 但不现实 加州的电动车政策要求到2030年 所有新车销售的68%为0排放 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00% 然而建设充电站面临巨大障碍 包括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简化城市核线的审批流程 电网升级以及确保充电站的可靠性 尽管加州在清洁能源方面有历史性成就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客服诸多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上海的一个实验性核聚变电厂 HH70宣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6月中旬 这台被称为全球首个全高温超导 托卡马克装置的机器 成功获得了其首个等离子体 在核聚变领域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根据开发者上海能源起点公司的说法 HH70还创造了另一个纪录 超到托卡马克装置的最快开发和建造 该公司联合创始人间 首席技术官郭厚阳 在接受中国全球电视网采访时表示 HH70更小且建造成本更低 仅用了两年时间建成 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 中国蓬勃发展的工业链和工程实力 尽管HH70的成就 不会立即带来成功的商业化生产 但围绕它的产业 已经在为下一场清洁能源竞赛做准备 核聚变被认为是终极解决方案 不仅因为它能产生大量能量 还因为它不会产生持久的放射性废物 环球邮报报道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报道 电动车的销售依然强劲 BMO高级经济学家埃里克·约翰逊指出 截至2024年上半年 美国替代燃料新车销售 同比增长20.6% 其中电动车 包括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的销售同比增长8.6% 虽然纯电动车的表现相对较差 但这是一个误导性的现象 因为特斯拉的销售 估计同比下降了9.6% 而除特斯拉外的电动车销售 则同比增长了超过33% 凯迪拉克和福特等 品牌的电动车销售增长显著 凯迪拉克的Lyric销量增长了4.5倍 福特的Mucky和F150 Lightning销量 也分别增长了72% 尽管面临持续的可负担性挑战 替代燃料车辆 继续吸引消费者的兴趣 雅虎美国报道 亚马逊Prime Day期间 汽车地垫和衬垫的折扣高达50% 这些地垫和衬垫 虽然不算是最令人兴奋的产品 但它们在保持车内清洁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亚马逊Prime会员 可以在7月16日至17日之间 享受这些优惠 如果你还不是Prime会员 可以注册30天的免费试用 以参与这次促销活动 亚马逊车库功能 允许用户保存特定车型和年份的信息 方便筛选兼容的产品 此次促销包括 Husky MotorTrend Cat等品牌的多种地垫和衬垫 价格从20美元到107美元不得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理生产商 干风理业计划寻求股东批准 以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 来对冲其快速海外扩张带来的风险 去年干风在全球里生产能力中 排名第三 该公司计划交易 包括期权和远期合约在内的衍生品 这些合约的价格与股票 指数 商品和利率等资产挂钩 交易将在海外和场外市场进行 最大位平仓合约量将限制在80亿元人民币 约合11亿美元 保证金存款也将遵循同样的上限 干风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 去年 干风从中国大陆获得了三分之二的收入 其余来自海外 除了在马里的礼项目外 干风还在墨西哥 澳大利亚 阿根廷和爱尔兰拥有股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电池极氢氧化里价格 上周五跌至每吨82300元人民币 比一个月前下降了9% 比去年下降了71% 电讯报报道 已孤议员桥 考克斯的遗孀布伦丹 考克斯表示 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赶到被猎杀 布伦丹警告称 议员们面临的恐吓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这种行为被更多的群体视为合法 乔考克斯在2016年 被极右翼恐怖分子谋杀后 布伦丹一直积极反对政治暴力 他在BBC广播四台上表示 许多议员都感到 无法正常进行竞选 重新当选的 伯明汉亚德利区工党议员 杰斯·菲利普斯描述 2024年的竞选 是他参加过的最糟糕的一次 他在胜选演讲中提到一位 与他一起竞选的社区活动家被拍摄 并遭到破坏 内政大臣伊威特 库珀承诺打击对议员和候选人的恐吓行为 并将主持保卫民主工作组的会议 布伦丹警告说 如果这种恐吓和滥用行为继续下去 可能会导致民主的缓慢退化和破坏 悉尼陈锋报报道 BP公司冒着巨大风险 压住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将持续到2030年代末 并大幅撤退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投资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 全球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过剩石油供应 原油价格将相应下跌 如果国际能源署是对的 BP将陷入一场追求短期利润的死亡螺旋 BP几乎一夜之间从欧洲主要绿色宠 变成了反派 转向基础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其他公司如Total Energies正在增加能源投资 而BP则全力回归石油和天然气 BP的策略是压住油气行业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优势 这一策略引发了市场的庆祝 但市场是多变的 监管政策可能会迅速转向 环保组织一直认为 指望石油公司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是异想天开 而现在看来 他们可能一直是对的 电讯报报道 埃隆·马斯克据称计划 每月捐赠高达4500万美元 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打算向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Park捐款 这些委员会在美国选举中 为候选人筹集资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马斯克与其他富有的商业领袖 一起计划向超级Park捐赠一笔可观的金额 尽管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这一报道 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他计划每月向一个名为 America Pack的超级Park捐款 该委员会在6月底披露 他们在3个月内筹集了875万美元 其他支持该超级Park的捐助者 还包括比特币亿万富翁温克莱沃斯兄弟和数据公司 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等 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密切 甚至有传言称 若特朗普当选 他可能会考虑让马斯克担任顾问 《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 讨论了特朗普中枪事件后的政治局势 温哥华的迈克尔·考克斯认为 这一事件可能决定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特朗普以坚定和不屈的形象 几乎击败了乔·拜登 另一位读者布莱恩·耶格尔 批评加拿大领导人皮埃尔·波利耶夫的煽动性言论 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 菲利克斯顿的布莱恩·洛瑞 质疑拜登和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的自觉性 认为他们的叙述过于虚幻 其他读者则讨论了 加拿大政府在纽约购买豪华公寓的决定 关于电动汽车的争论 以及加拿大历史中对原住民的处理等问题 多伦多的乔·马丁认为 历史是复杂的 不能仅仅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政府 华盛顿邮报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和乔·拜登在6月27日的辩论后 都看到了捐款的显著增加 尽管拜登在辩论后的三天内 筹集了560万美元 但特朗普在5月底 因在纽约伪造商业记录被定罪后 筹集了1900万美元 共和党在密尔沃基的大会上 正式提名特朗普 并宣布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为副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 如赌场亿万富翁米里亚姆 阿德尔森和硅谷投资者道格拉斯 李昂 纷纷向超级POK捐款 与此同时 拜登的支持者对他的信心有所动摇 部分民主党捐助者威胁要停止捐款 尽管如此 民主党在一些关键的参议院选举中 筹集的资金超过了共和党对手 反映了民主党捐助者 希望在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时 在国会中对其全力进行制衡的强烈愿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传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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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